蘇花改車流不斷湧現 一台接著一台 中秋節連假首日 國五南下路段車潮 車子全都動彈不得 像是大型停車場 蘇花交流到南下出口 也回堵了大約一公里 高公局預估 九號全天交通量 達到117百萬車公里 是平日的1.7倍 我目前主要的部分 是在國一 揚美 一直到新竹系統 那國三的部分是 三鷹一直到那個高原 叫到這一個路段 那我們現在看到是說 反向或是往南部 有的量次還相當多 高公局建議國五南下 下午五點後出發 往國一國山建議走台六十一 台中往返南投 則是走台六十三 另外高公局在連假首日 雪水北向部分區路段 開始事辦的情境單車照明 希望減少疲勞駕駛 至於大家關心的三天中秋假期 梅花颱風是否會影響賞月的性質呢 他未來的方向 大致上是朝著臺灣的東部海面 在接近當中 那從週日 週一之後 它的移動速度會開始 逐漸的放慢 在週一到週三 甚至週四這段時間 都有可能一直會停留 在臺灣的東部海面這邊 好消息是至少廉價前兩天 都不會有颱風來搗亂 華視新聞許麟珍 黃瑞玲 陳清順 台北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另外也可以上LINE貼圖小鋪 來購買華視主播的官方貼圖 歡迎收看 開啟小鈴鐺 來購買啟小鈴鐺